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会计师工会理事长张学志 在此郑重推荐管碧林委员来参选高雄市的市长 我所认识的管碧林委员 他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担任新闻处长跟文化局长任内 他建立了我们的电影图书馆跟儿童图书馆 对于历史文化的保存相当有贡献 并且也是透过这图书馆 这两个图书馆能够让成人跟儿童都能够接受到很多的文化的教育 那么在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也替我们高雄争取了新闻的预算 以及现在正在建设中的海洋音乐文化中心 以及我们卫武营的这个运动文化中心 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都呈现在眼前 也市民现在都在享受中 我相信在未来高雄市的市长的任内 他能够让我们的大高雄 包括以前的高雄县的这些乡镇 都能够有城乡差距能够缩小 并且除了高雄市 原来高雄市区的建设以外 所以这些偏乡的基础建设 跟偏乡的观光文化教育等 也都会让它能够跟城乡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发展 同时高雄市的高雄港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港口 那么在它的领导之下 应该港市合一的建设 能够带动我们高雄更多的经济跟文化的发展 也带动我们的观光产业 那么所以请所有的高雄市民 共同来支持管碧林委员 参选我们高雄市长 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在它的领导之下 让高雄的发展增增至上 那请此谢谢